常言道,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 道理很浅显,如果没有摩擦力 一切物体在重力作用下都会向低处划去 然而在有些地方,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今天让我们看看,世界上八处看似脱离了重力规则的地方 哪个最让人惊奇呢? 8.英格兰反向瀑布 在英格兰海菲尔德市附近,有一个瀑布似乎直接冲向了天空 看起来有点像喷泉一样 而会出现这种神奇的现象 即在风中出现相向瀑布的秘密在于 强大的阵风抓住了水下的急流,引导水流到相反的方向 而正常水流时,瀑布高度为24米 不管怎么说,如此强烈的风,也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了吧 7.印度瓷山 印度有一段公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如果是仅仅从远处看到它 你可能会很容易地忽略它 因为它看起来太平凡了 但是如果你在瓷山上坡处把车停下放空档 它便会自己开始向上爬行 到时速每小时20公里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印度列城的拉达克瓷山 据说即便飞机经过这里也会自然而然地提高高度 有人说这是因为那里拥有某种特殊的瓷力作用 瓷山的名字也是因此得来 瓷山引发人们猜测 有的说法是在这个特定的地点 有一股强大的瓷力从山上散发出来对抗重力 而比较科学的说法认为 因为这里的地势造成了上下坡反效果的感觉 也就是一种试错觉效果 6.达瓦斯科巨石 在阿根廷有个著名的达瓦斯科石 这块重达300吨的巨石 窥然不动地矗立在一块岩层顶端长达数千年 妥妥地抗拒着地心引力 据说有时候这巨石还会被风吹得晃动一下 因为曾有人把瓶子垫在巨石下面 没想到像瓶子被压碎了 可惜在1912年的时候 巨石突然从悬崖掉落摔碎了 当地人非常害怕 认为这是上天对他们的警告 直至95年后的2007年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要逆天了 就想复原巨石 但他们并不是把巨石拼好换回去 而是照着原来的模样做出一个塑料板的 放在之前的位置 所以现在有人到了那里 仍旧可以看到巨石的存在 而科学家们得出这块巨石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原因 是它的位置和重力分配恰好抵消了地心引力 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坠落的 沈阳怪坡 位于中国沈阳市沈北新区境内的茂山西路 是条长80余米宽约20米 呈西高东低走势的斜坡 怪坡发现于1990年4月 当时有一名青年交警驾驶一辆 北京排吉普车顺着近山路驶向坡下 当停荡熄火停车后 突然赶到车自动向坡上滑行 他们感到了惊愕 壮着胆子试了几次 仍然如此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迷惘恍然而走 而由于上坡的时候非常轻松 但是在下坡的时候就比较吃力了 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被吸引前往 有人说这是因为磁场异常导致的 也有人说是参照物原因使人产生了错觉 还有人说是因为重力位移导致的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这个重力怪坡呢 4.缅甸大金石 在缅甸的一座1100米高的山巅上 筑立着一块镀金大原石 高8米 重量达到了惊人的611吨 这是一个有名的佛教朝圣地 这块巨石就耸立在陡峭的悬崖边 其顶部还有一座寺庙 寺庙里的僧人经常来朝拜他 十分诡异的是 这块大金石位于悬崖旁边 甚至有一小半已经露出去了 它的重心也相当靠外 乍一看这块巨石像是漂浮在空中 给人的感觉就是随时都可能会掉落下去 再加上山上的风这么大 但它已经存在了2500年 为什么没把这块石头吹下去呢 根据寺庙的僧人流传 这个大金石是由佛祖的一缕头发化成的 它存在着法术 可以把石头钉着不动 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专门到这里来朝拜 用礼物和食品祭奠神灵 有的人坚信 只要看一眼这块神奇的石头 就一定会有好运气 3.弯曲森林 弯曲森林位于波兰西部 弯曲的树木大多是20世纪30年代种植的 年龄到现在大约都到了八九十岁了 这些松树在早期的生长过程中 躯干急剧转弯 然后又转了回来 在1到3米左右的高度 重新垂直向上生长 有趣的是它们弯曲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全部面朝北边弯曲 奇怪的是再看看旁边同款的树 却长得笔直又挺拔 没有任何异常 形成的景象诡异而又神秘 那么这些树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地球长出问号了吗 有的人猜测是在这片森林还是树苗的时候 可能曾经有强大的暴风雪袭击过这里 导致树干上的积雪过多 让树木长歪了 据说这类情况在加拿大出现过 也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 这片森林附近的重力有问题 北方有着强大的引力 把树吸引了过去 但是有科学家在这里探索过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目前松树扭曲的原因 仍然还没有解开 2.神秘点 在美国加州圣克鲁斯 有一个名叫神秘点的地方 水是往高处流的 当地人拿出一瓶矿泉水来 将水倒在木板上面 大家亲眼看到水竟然往上流 流到木板的最顶端才落下地来 在这里人人都能像迈克杰克逊那样 倾斜站立 而且更奇怪的是 人们靠近不久就会头晕目眩 游览过神秘点小木屋的人们都说 那里的地球引力好像完全失常 连平衡站立都很困难 更奇异的是 人在这里可以瞬间变高变矮 罗盘在这会失灵 周围的树木也是倾斜着生长 这就是传说中世界上两大万有引力定律不成立的地方吗 为了方便游客站立和行走 神秘点小木屋的地面和墙面都做成了倾斜的 人可以站在墙面上行走 却完全不会摔倒 这些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各有各的说法 有的人说这是伪科学 有的说是光学幻觉 还有人说与外星人有关 也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地方很久以前经历过地震 地震改变了地形地貌 同时也改变了磁场的分布 磁场异常造成了这一系列奇异现象 1.加拿大哈德森湾 假如你想减肥 是会借掉碳水化合物 积极运动健身 亦或搬到加拿大的哈德森湾地区 为什么 因为哈德森湾是失重地区 如果你的正常体重是100公斤 搬到哈德森湾的话 你可以在一瞬间 自动减重0.005公斤 都不需要你戒掉你喜欢吃的食物 但是这可不是错觉 而是经过计算测量过的 哈德森湾的重力比其他地方要低0.005% 虽然这点数值可以忽略不计 但它毕竟是真实存在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科学家们对此有两种理论 第一种认为在这些区域的大陆板块内 有大量的对流 因此重力被削减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冰河时代 哈德森湾旁边常年覆盖大量的冰雪 他们把土壤岩石向下压缩 使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凹痕 什么时候凹痕完全复原了 这里的重力水平才会恢复正常 那你们觉得哪种理论是正确的呢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下回再见